说起美人鱼这种生物,相信大家只是听说过,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看到狗,或许美人鱼仅仅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 而在国外,一名经常在海边打鱼的男子,就一似在海边的沙滩上面,捉到了一条另类的美人鱼,这名男子说到自己打鱼已经有差不多20年了,无意间在一次海底底壳运动之后,发现海边沙滩上面躺着一个未知的生物,当时男子感到很是好奇,于是走过去细看后,发现这个生物外形,很像一条美人鱼, 于是这名男子将其带了回去,当作宠物饲养起来,但是男子将这个美人鱼带回去之后,被全村的人看到了,奉劝男子赶紧将这条美人鱼放生,而男子不听劝管。 果然没过多久,男子的身体开始消瘦了起来,最终男子也慢慢变成了美人鱼的身体样子,而村民们也说男子这次是遭了报应活该,事后男子也是悔恨不已,如果当初听村民的话,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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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